主啊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被男人碰过了 我真的憋得难受啊 隐隐约约是有听说了 那好嘛 我今天就来满足你一个愿望 我想有一个八块腹肌的乌干达 你今生命里缺一 如果你要强行要男人的话 那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 什么灾难 他们会替你承受你没有男人的痛苦 好 我不在乎 那你只有四天时间可以享受 行 春天 夏天 冬天 秋天 不行 只能三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不行 你觉得两天怎么样 那就白天和黑天 不行 只有一天 行 我愿意 哪一天 每一天 那你还真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臭表柱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辣妹彩彩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化妆教程视频 不用你们多说也能看得出来 今天准备来教大家画一个这种具有宗教色彩 然后又很圣洁 纯洁 又很神秘的一个圣母妆 实际上今天这个妆容 我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画过一遍了 然后今天又完美的酷克理会 主要就是我在我们家的柜子里面 突然找到了这个头纱 我就想这个头纱 如果不用它来做一期这样的妆容的话 就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我准备让它无尽其用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来教大家画一个 这种非常好看的圣母妆容 行了话不多说一秒钟回到化妆前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上粉底液 我会用一个深色粉底液 把它上在我的脸颊两边 中间就用一个浅色的遮瑕来提亮 然后来用一个肥瘦的海绵蛋把它拍开 我一般是会先从两边开始往里拍 第一妆上好之后我们来画什么 人意的 我今天用到的烟盘 就是完美日记和大英博物馆的这一边 特别好用 这个烟盘是我在去年认为我心中的男本万 是我心中觉得就是国货里面最好用的一盘 我上次在画这个圣母妆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一盘 所以我今天准备还用这一盘 首先我要用到这个我最爱的红色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林家小女孩 这个烟盘是他们寄给我用的 当我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这个配色 不是国产该有的水准 无论是配色也好还是显色度也好 我真的觉得都很棒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你像我的话我从来都不会买那种 超过300块钱以上的烟盘盘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不值得 毕竟眼影这种东西 造价无非也就是那么多 贵的和便宜的没有什么分别 又不是说像护肤品 当然除了完美日记以外 其他的国货眼影也都很好用 至于有多好用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家从来没有给我寄过皮尔包裹 我也不知道别家有多好用 我今天要画一个红色的鼻影 所以我就还是用这只刷子 因为上面有红色的眼影 什么眼睛的画不一样 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非常热衷于滑红鼻头 就是即使是日常妆 我也会把我的鼻子涂成红的 没有为什么 就单纯的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要用到这个深棕色 用它来加深你的眼窝 我特别喜欢这个深色 因为它是珠光的 会显得我整个人很高大 很贵气 很潜的感觉 最后重头戏来了 就是我要用到这个孔雀蓝色 这蓝色超好看 我给你讲 但是贼掉着 我用手指头一拖 它就像那种搓倒的泥一样 就起来了 但是颜色非常好看 不信任何看 最后再画上下眼影 下一步开始画眼线 眼线笔有用的是 搁另一层的这个 特别好用 之前被我搞丢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被谁偷了 我觉得肯定是被谁给偷了 然后我要买了一层 我为什么喜欢用这个牌子的眼线笔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的眼线笔 就是无论用多久 它里面都还有很多水 我用这个眼线笔 已经用了很多根了 但是至今没有 因为哪一根是被我把它用光的 基本上都是让我给我丢了 让我就是找不着了 而且它并不会因为上面的那个鼻子刷 它没干了眼影而不出色 以前我买过很多眼线笔 它就是换眼线的时候 它沾了太多眼影了 好像就没伞了你知道吧 但这个也不会好用 然后夹夹眼毛 我今天用的睫毛膏是欧莱雅的天堂 听说它跟眉毛脸的高跟鞋 一样是被刷的很多很异的 我来试试看它的效果 这个我感觉它还好 就是没有眉毛脸的高跟鞋刷的那么猛 而且它那个刷头特别 你要是感觉不好的话 就会蹭得到处都是东西 我画到现在这边才发现 有机线没有定装 但是现在这边也不算太晚 只要再用了这个刷头一点 然后我今天要快速 我专程一个美容 我今天能用它 它有一个细点的效应 它有一个细点的效果 你呢 它其实表现正式对 你是厉害的 有一个细点 有一个细点的效果 不然我说 你会比较在阻迹 因为我这日常用它用的很厚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吸血鬼红色 我每次化妆不是要该涂上颜色的时候 就一定会涂这个颜色 今天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会用眼线笔 然后在我的脸上画亮眼泪 就有点像07年高体验的秀场 它们的面移服装一样 最后我要用烟盘的蓝色 然后来填满我的泪水 OK 然后现在整个妆了就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去换个衣服 换个头纱 然后我今天这个圣母妆容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母性的光辉 圣洁一下 那今天这个视频当然已经结束了 最后如果拍得很难的话呢 所以圣母就祝着平安 拜拜 暗讯 暗讯